剛剛很熱騰騰的消息 不可以有黨員投票 快點 重大消息 重大消息 雖然我們的節目還沒有播出 但是蔡總統好像聽到了 輝文的呼籲 就在剛剛 林美珠 自由時報的獨家新聞 當然還沒有完全的證實 林美珠已經自己請辭了 金蓮董事長 我們節目都還沒播 他怎麼聽到了 大佬你不應該握手 因為剛剛你沒有說 他會自己請辭 不一樣 我們都認為他不敢 他不會 他是唯一今天的英雄 我們節目還沒有播出 對 節目還沒播出 就已經聽到了他的聲音 你到底是怎麼直達邊緣的 林美珠出來他自己走 那是一種 這才是正確的方法 你說蔡英文出來的時候 我讓他下來這是不可能 所以基本上是更 如果說林美珠出來 他就知道就蔡英文 蔡英文已經覺得自己的選情 到了已經沒辦法 再拖下去的程度了 因為他有覺得他還被取代 但是如果他做得到 輝文哥那種話 就是等他出來自己講完 讓林美珠走 那是更加分 可是基本上他不會做到那種程度 太戲劇性了 對 但是基本上就是 他還是會講 等埋這麼深 他還是會講這件事情跟我無關 他去當 他要走 我都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這才是蔡英文 對 成全表妹 這其實也給很多政治人 一個教訓 就你錯了 承認錯誤很快的 就止血停損 人家不會追究了 就明天再追究一天 後天就沒了 後天就沒了 你看多乾脆 一開始你不是這樣判斷 不是 我們都沒有 不是只有我不好 我們都不行 我們都不行 只有他厲害 只有他厲害 我們就要承認 你知道 所以我們要說 民進黨還是在這場選舉當中 學到了一個教訓 而且蔡英文總統的 連任之路 時間不多 如果很多事情 不能夠壯士斷碗 及時處理的話 一直失血下去 他連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寶座 都會 我覺得這個政府 是一個有情有義的政府 你看川普也換了 換人換很多 但是被川普換下的人 都羅退了 有找一個位置給他嗎 好像沒有 回家吃自己 但是川普政府 這個美國總統制的傳統 就是說進來當部長的 以外來都有頭 很多當律師的 也是學法的 但是他回去再吃自己頭 沒有什麼問題 沒人安排 對 這些我覺得 如果他們是表現好 因為其他的原因下台 我沒有話講 他們下台都是因為有問題 出事了 對 你有問題 你為什麼還要找個位置 給他繼續做 對不對 是不是另外那個位置 比較不重要 所以出問題也相對不重要 如果他表現好 那就繼續做下去 為什麼要換人 所以這個也是 我只能講說 這是一個有情有義 非常有溫暖的政府 大佬 你那個話我要修正一下 不能叫他有情有義 前面要加三個字 叫自己人 蔡英文政府對自己人 有情有義 但是如果不是自己人的話 不是在屬於他自己人的範圍 是無情無義的 你看他怎麼對待管中民 就知道 管中民他哪邊不對了 他是依法被選出來的 我就是討厭你 你就是不准給我上任 台大的校長 但這些自己人有打拚過的 沒關係 離開叫做路更寬 離開叫做什麼 薪水更高 所以離開這一個 他沒有責任政治四個字 責任政治是我為這件事情 請辭下台負責結束 不是 結束之後沒關係 我們再轉進 他發明了一套轉進的哲學 就是說我再來安排 我再來鋪陳 每一個都是走同樣的路徑 我覺得今天蔡英文 真的是沒看清楚 台灣老百姓到底討厭蔡政府什麼事情 這種事情就是老百姓最討厭的 你對自己人有情有義 請問你對老百姓是怎麼回事 老百姓在乎的事情 你有這麼的有情有義 你真的在乎過嗎 老百姓的薪水 你真的在乎 要怎麼樣幫他增加嗎 為什麼總是獨厚自己人 總是仇庸自己人 我覺得民進黨蔡英文總統 如果再繼續做這樣子的事情 他的政權已經可以預見了 這一件事情 是人民最討厭的事情 但是他沒有從2018的 大的敗選當中深刻的檢討 馬上來把他的表姐弄到一個 大家最羨慕的 薪水多事情少離家又近 這樣的一個大黑缺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事情爆發出來 其實對蔡政府又是一劑重傷 如果他不處理這個重傷 我覺得還會下去 他會演變是什麼效應 之前我們看到的吳一寧的效應 吳一寧事件 為什麼會對民進黨政府 其實傷害這麼重 他覺得是對其他年輕人的不公平 你今天林美珠這個人士 他在勞動部部長的期間 就是沒有把一粒一修處理好 反反覆覆的修正 然後往資方靠攏 這已經讓很多勞工朋友不滿意了 可以告訴各位 今天所有的勞工朋友看到 過去他們討厭的這個勞動部部長林美珠 竟然高升 然後每個月領31萬 年薪高達400多萬 請問這一些 每天集集營營辛苦的勞工 心裡會作何感想 那個相對剝奪感 就像吳一寧跟其他年輕人 那種相對剝奪感一樣 會覺得你過去的這個勞動部部長 不幫我們爭取權益 然後好了自己休息完 10個月之後去領高薪 然後占肥缺 請問這個社會觀感會好嗎 難怪許智姐要這麼氣急敗壞 我跟你說民進黨裡面 只要接地氣的立法委員 在這件事情上 他們應該是會憤怒的 因為他們深知道 這樣的事件會擴散 擴散之後對他們自己 要選2020的區域立委來講 選情絕對會是大傷 以前國民黨在酬庸的時候 他們兩個都還不是立委 國民黨以前是怎麼酬庸的 比民進黨現在次相更難看 所以如果國民黨有機會 重返執政的話 請你們不要再酬庸了 年薪400萬官員覺得很肥對不對 有更肥的 有比400萬更肥 但是都是分配給 剛剛大老講的 有情有意的自己人 藍綠白 我要特別強調白也一樣 台北市政府的重庸 這個我就不講了 剛剛提到這個 王委員提到這個行政法案人 行政法案人當然是代表行政院長 可是現在這個行政法案人 他自己本身的爭議很多 我都不太想罵他 在大選過後 他提到那個以和洋律2025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出來講什麼 他第一時間出來講 第二天就被賴清德打臉 公口照過 2025目標照做 所以我說這個行政法案人 他沒有辦法代表行政院長 因為以前的徐國勇 他只有兼政務委員 這個 所以他代表他自己 還要代表蔡總統 還是要代表誰 你不要害我 你不要害我 我現在閉關之後 我改了很多 我要講一下這個 蔡總統的部分 以前 國民黨的馬總統經常被罵 尤其蔡總統這樣罵他 你看報紙才知道 這個行政辦人說 蔡總統事先不知道 那現在知道了吧 來不及了 林美珠要接這個位子 他沒去跟蔡總統報告一聲 這也是滿奇怪 我埋的梗在後面 就是說 你現在終於知道了 那你要怎麼辦 所以蔡總統 你第三次的回廊談話 就是這個重點 就這個 我解釋給大家聽 因為我主席你知道 我也撐不到 那個回廊談話 他就請辭了 我是比較陰謀論的 來 這個是昨天的醜聞 移民署署長學弟 立刻就被換掉了 交通部的ABS 立刻就轉彎了 對不對 台灣今年這個表姐怎麼辦 你當然是要做球給總統 怎麼可以讓他自我了斷 應該是總統出來 所以是走路商場叫他走路 大意滅親 表姐 抱歉 現在社會觀感不好 新聞算好人在路買 我現在拜託你下來 你安心去養病吧 做球給總統去表演 移民署長不是嗎 交通部ABS不是嗎 誰要選總統 不是學弟也不是表姐 也不是ABS 是蔡總統要選 我的陰謀論說 會不會是故意的 我聽到這樣做球 這樣就變成人生悲劇了好不好 不是 我追我的陰謀 所以剛剛主持人 抓地獄 沒有 我說主持人 剛剛夾帶去說 2020的總統可能是醫生 害我這個精神為之一陣 不是不可能 可是如果2020的總統 是一個醫生的話 今天林美珠事件 我把它定義為醜聞 它一定會出現在 敗選檢討會裡面 有什麼意思 你說2020的敗選檢討 對 如果被你一語呈誠 說2020的總統是醫生的話 那表示蔡總統落選了 你錯了 這一次的敗選有檢討會 2020的敗選不會有檢討會 大家都走掉了檢討什麼 好發光 這時候已經走掉了 謝謝收看了 就沒有檢討會 就習剛打烊了是不是 對 我結論 林美珠這是一個醜聞 蔡總統要做危機處理 他也知道社會官員不好 沒有到醜聞的程度吧 沒有 這是醜聞 這是一個醜擁而已 沒有 醜擁的醜聞 這個就是在 自肥方案 在網友的心目中 這個就是醜聞 這比Wini還嚴重 特別剛剛主持人講 這在選後 你一定輸到這行的時候 你還敢醜擁 不管是總統為好 行政員為好 你都要扛起這個責任 我覺得蔡總統應該揮淚 請表姐去養病 剛剛很熱騰騰的消息 不可以 不可以有黨員投票 快點 重大消息 雖然我們的節目還沒有播出 但是蔡總統好像聽到了 輝文的呼籲 就在剛剛 林美珠 自由時報的獨家新聞 當然還沒有完全的證實 林美珠已經自己請辭了 今年董事長 我們節目都還沒播 他怎麼聽到了 大佬你不應該握手 沒有 蔡總統你沒有說 他會自己請辭的 我們都認為他不敢 他不會 他是唯一今天的英雄 今天的英雄 我們節目還沒有播出 今天的英雄 對 就已經聽到了他的聲音 你到底是怎麼直打邊的 林美珠出來他自己走 那是一種 這才是正確的方法 你說蔡英文出來的時候 我讓他下來 這是不可能 所以基本上是更 對 如果說林美珠出來 他就是要救蔡英文 蔡英文已經覺得自己的選情到了 到了已經沒辦法再拖下去的程度了 因為他有覺得他還被取代 但是如果他做得到 輝文哥那種話 就是等他出來自己講完 讓林美珠走 那是更加分 可是基本上他不會做到那種程度 對 但是基本上就是 他還是會講 他還是會講這件事情跟我無關 他去當 他要走 我都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這才是蔡英文 成全表妹 這其實也給很多政治人一個教訓 就你錯了 承認錯誤很快的 就止血停損 人家不會追究了 這明天再追究一天 後天就沒了 後天就沒了 你看多乾脆 一開始你不是這樣判斷 不是 我們都沒有 不是只有我不好 我們都不行 只有他厲害 只有他厲害 我們就要承認 你知道 所以我們要說民進黨 還是在這場選舉當中 學到了一個教訓 而且蔡英文總統的 連任之路時間不多 如果很多事情 不能夠壯士斷碗 及時處理的話 一直失血下去 他連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寶座 都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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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